现在全国防疫还在二级警戒 但台中和平区一家知名的温泉饭店 却遭到民众投诉 业者除了进场量额温之外 根本就没有控管人数 60坪的小空间挤满大约60个人 休息区大家也没有保持1.5公尺的距离 就交谈跟饮食可能会形成防疫破口 而台中市府官员局目前已经前往稽查 要求业者改善 时期入秋天气转良 温泉饭店开始涌现泡汤民众 但台中和平区一家温泉饭店 却被民众投诉为落实防疫规定 民众说出了进场量额温外 厂内人数业者都没有管控 60坪的小空间挤满60个人 休息区民众也没保持安全距离 就进行饮食交谈 形同防疫破口 泡温泉满头汗还要配来口罩的确不舒服 但棍律局表示 但是泡温泉因为不像在游泳池 头部没有在水面下 以为定就必须戴口罩 一定会有碰到民众不戴口罩的 我们绝对配合政府的政策 但是总是有一两个 就是不信你那一套 那真的我们是没办法 联合机茶小处将再次前往机茶 业者如未落实总量管制控制人流 将依传染病防治法 采法新台币六万至三十万元划还 管理局获报后除了派员加长机茶 也要求业者立即改善 但其他温泉业者也坦言 虽说是反应规定 但戴口罩泡温泉真的闷得难以呼吸 影响民众泡汤意愿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